來,老師您畫面借我一下,我們來看看到底這個模擬器跟剛剛那個有什麼不一樣 來,我們看一下 您從這邊進來之後,這個simulator.webduno.io 那您進來之後呢,在這個地方 模擬器的話呢,右上角這邊會有這個房子 這個就是我們元件的所在地 所以現在呢,雖然你沒有這個硬體,我先把它擺旁邊 你看,我再按一下 我剛剛因為已經有了齁,所以先把它刪掉 你看,點這個房子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再點一下元件,有看到了嗎 目前,元件還不算太多 但是,有沒有一個Arduino的Runo? 在這裡,我們拿這個來試就好啦 你就按一下,但是我會建議老師就是 你按住先拖曳一下 因為按一下,它馬上就丟在外面了,有沒有 真的丟在外面,你可能有時候不小心點按了好幾個 它也可以多個裝置護臉喔 那所以,如果不要,你看我按住有沒有拖曳一下 這樣你就比較看得到 假設您覺得這個板子,這個畫面太小 有兩種方法,你可以從這邊拉大 或者是乾脆我就按全螢幕 這樣是比較大 等待會我們再接一線的時候比較方便 而且這樣不會燒壞掉 真的,等到你其他的裝置燒壞掉也是會痛啊 那你看我一個出來,我們先從LED燈來試看看好不好 你看我按著它,讓它出來 老實不用靠近,滾輪可以放大 因為這樣看不到,對不對 這板子能變成阿冰納的 對對對,它目前只有阿冰納的板子 就有模擬器在上面 可是沒有關係,因為概念是相同的 所以你看喔,這裡 這樣是不是,你可以任意移到,你想到位置嗎 那我們順便跟老師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LED的這個燈啊 你看到這邊,我們學校這裡也有 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長短腳 這個要看醫生嗎 長短腳不是要看醫生嗎 腳有問題 沒有,長腳是我們講的陽極正極 那短的就是我們講的接地 所以短的這個地方就在接到我們的什麼 Ground,GMD那個地方 那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回頭來看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長短腳 這個是長腳,這是短腳 所以你在這個,這是短腳的部分 接過來,有沒有接地 然後呢,長腳就看你要接哪一個訊號 假設我直接在這邊接8 這樣就好 那您如果覺得這樣不好看 你就在中間點一下 哎呀,這樣子 對,這樣比較好看嘛 這樣,不是好一點嗎 對不對,比較整齊一點啊 所以,萬一這個線有錯 你就抵折掉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接好了 接好了,我就可以收起來喔 收起來,翻過來一點 你可以拉過來 在短白地方一拖曳就可以看到 好,那左邊有沒有覺得熟悉了 因為右邊解決硬體了吧 左邊,你看開發板 按一下,是不是拿進來 我先拉過來一點點喔 哎,對了,右手邊這個啊 因為我們剛剛是把元件打開 這裡是不是佔一點空間 您要收起來就再按一次這裡就好了 哎,這樣才不會擋到我們 這樣是不是收起來了 按一下打開,按一下收起來 我這樣可以拉過來一點 其實這個也可以怎麼拉動啊 你說要這樣拉動也可以 齁,所以這個我覺得還蠻靈活 那,ID請問一下,連哪一個 就大箱的 沒有啦 你現在是用虛擬的耶 虛擬的,隨便你啦 你要叫1234 你也可以自己命名 我叫做ABC 可以 齁,如果都不要 他1234也連得到好嗎 他等一下就會把這個換成1234 哈哈哈哈 反正你的床物要叫什麼名字 隨便 哈哈哈哈 OK,好,你看LED燈 進來 可是腳位要對喔 接力不用告訴他 反正接力是固定的嘛 但是訊號的腳位 我現在是不是接到8 對不對 所以 這裡要接8 所以硬體一定要接對 你硬體不接對 後面軟體沒折 好了 LED燈 我們就先用閃爍就好了 哪裡有個類 右上角 一樣是不是也產生一個Play 所以呢 您在這邊按下去 沒有網路問題 馬上有在亮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練習手感了嗎 來吧 哈哈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因為模擬器本身 它是馬克曜跟Flyer而已 應該說是Unol Unol那塊膀子 所以呢 剛剛老師有用到Smart 就在模擬器面 就不要用Smart 你就會看到我們剛剛那個 模擬器的選項 OK 這樣體驗完了 可以真的來玩看看了嗎 哈哈 現在完整的囉 完整的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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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